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的影片是台版8月份的《抽卡未來式》上集 介紹台版未來四個月會登場的卡池角色 這個系列每個月都會更新一次 所以對於剛登場不久 還沒打過戰隊戰實戰的角色 因為評價不太穩定 會放在下個月再介紹 這個影片的目的是給鑽石不夠全都要的玩家做規劃用的 所以不會介紹用送的活動角色 對於在Hard關卡可以刷碎片的長組角色 也不會介紹的太詳細 因為這些角色沒有的話可以刷碎片刷到換出來 我是不太建議花鑽石下去抽 好啦 那就開始介紹角色囉 首先是不知道會不會成為特別驚嚇 呃 不是 我是說台版特別驚喜的偶像大師復刻池 卯月跟凌 這次有專武 先說凌 限定角色會嘲諷的前衛防礙坦克 專武會讓一技附加的可以提升自己雙防的效果 凌遇到的問題是2技控場施放太慢 在競技場老是被別人控好玩的 然後本身沒有回血能力 不算是很耐打的坦克 凌缺的不是雙防 而是以上兩點需要加強 所以說 加了雙防的凌在競技場上場機會還是很少 我已經蠻久沒在競技場遇到凌了 而對於新手玩家來說 推圖的部分 不會自補的都不是好的推圖坦克 所以不推薦把凌抽來當推圖坦克 對於所有玩家來說 凌都是有愛再抽 然後是卯月 限定角色中衛範圍傷害兼輔助 特色是專武後的一技除了補全體TP以外 還會增加全體物攻魔攻 在有專武後戰隊戰的表現有所提升 在戰隊戰會登場大概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是在多目標物理隊裡登場 另一種是躲在賴皮克總坦的隊伍裡 綁克總普TP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我翻了一下資料 暫時沒看到卯月後續在四五階段最高傷害的隊伍裡登場 卯月是有幾次在四五階段最高傷害的物理隊中登場 只不過那幾隊物理隊傷害都輸給了法隊 不過卯月在打低階段多目標王還是蠻有用的 常常會出現在一到三階段最高傷害的多目標物理隊裡 然後在懶人自動刀的登場率也還不錯 總之 戰隊戰玩家不管是熱血手動玩家還是休閒自動玩家 卯月 鑽購都建議要抽 還是會用到的 對於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就有愛再抽 然後是被嚇到會發出可愛叫聲的聖學技克羅伊 常駐角色 前衛物理破防兼單體輸出 輸出跟破防的綜合能力在目前破防角色中算是二三流的 幾乎沒看過有人使用過這個角色 比較偏倉管 對所有玩家來說 都建議有愛再抽 然後是萬聖紡希復刻池 限定角色 會嘲諷的前衛妨礙坦克 這次是第一次復刻沒有專武 萬聖紡希的特色是UB會特大降低對方物理攻擊力最高角色的物攻跟行動速度 是一個比較偏向競技場的角色 隨著六星坦克陸續登場 我日版已經越來越少看到萬聖紡希了 所以這次下調下評價 對於滿等玩家來說 萬聖紡希有愛再抽 等出專武再看看有沒有翻身吧 而對於還沒滿等 圖還沒推完的新手來說 萬聖紡希坦物理的坦度還可以 會自補 有嘲諷 是個還可以的推圖坦克 新手有缺推圖坦克的話 可以抽來玩 萬聖紡希結束之後是官方認證嘴炮龍 時空旅行淒離 長組角色 前衛物理破防兼輔助 一個比較偏向戰隊戰的角色 在日版登場時有全程的免費十連 可以抽十四 也就是一百抽 雖然機率沒有加倍啦 但也算是伴送的角色了 抽滿一百抽的玩家 大概有一半可以免費獲得這個角色 而沒有免費獲得的玩家 補個一百抽就可以保出來了 祈梨就是個容易取得的蘿莉 時空旅行祈梨的特色有點類似新年佩可 2技所造成的傷害 跟UB給全體的物攻數值 都跟本身剩餘血量成正比 剩餘血量越多 造成的傷害跟給的物攻數值就越多 這個角色在日版五月剛登場時表現還不錯 馬上在二王最高傷害物理隊跟一王次高傷害物理隊中登場 看起來好像不錯 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六七月四五階段高傷害手動刀 我都沒看到有人用時空旅行祈梨 比較常看到是一到三階段跟四五階段的自動刀 總之 在戰隊戰有上場機會 但沒有到特別重要 不過看在很便宜 很容易入手的份上 戰隊戰玩家鑽狗可以抽一下 最多一百抽就可以入手了 至於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就有愛再抽 時空旅行前一結束之後是遊俠松鼠跟遊俠增揚的復刻池 這次有專武 由於這兩位在HARD關卡都可以刷碎片 所以不太建議花鑽石下去抽 就平常努力點刷碎片就好 松鼠在有專武之後變蠻強的 強烈建議要刷 至於真陽就隨便吧 我自己是沒在刷 直接放生 復刻池結束之後是時空旅行家野 長度角色 前衛物理單體輸出 特色是UB可以增加自身行動速度500% 快 還要更快 都快放出C8763了 不過就算加速500% 最後打出來的傷害量還是超級悲劇 就是個完全的倉管 有愛再抽 時空旅行家野結束之後是作業伏壁 簡稱作弊 長度角色 中衛物理破防兼妨礙角色 特色是1技會破防約100 而UB則是有高達450的破防量 整個就很扯 是目前物理隊最強破防角色 缺點是作弊的輸出有夠悲劇 所以除非是王防禦真的很高 需要超高破防量 不然用有點輸出的插班生壁會比較好 作弊登場以後有數次在四五階段 最高傷害的物理隊中登場 不過那幾隊傷害都被法隊比下去了 尤其是多目標王 多目標王防禦就很高 最適合作弊上去打了 作弊毫無疑問是多目標王物理隊最佳破防角色 但是日版多目標王物理隊已經連續好幾個月被法隊壓死的 所以作弊還沒在四五階段最高傷害的隊伍中登場過 總之 雖然作弊目前沒有在最高傷害隊伍裡登場 不過她的超高破防量擁有不可取代性 所以我還是強烈建議戰隊戰玩家要抽 至於競技場 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就有愛再抽吧 作弊結束之後是奇幻媚弓跟祈梨復刻時這次有專武 由於這兩位都可以在HARD關卡刷碎片 所以不推薦花鑽石去抽 簡單說就有祈梨競技場玩家必刷 媚弓的碎片 戰隊戰玩家體力沒地方花的時候可以刷一下 復刻時結束之後是作弊服美冬 長途角色有一點點硬的前衛單體輸出 作弊服美冬的特色是 開場會很頻繁的施放二技 來永久強化自身的雙防跟物攻 放幾次放爽以後才會開始打人 就定位來說 似乎是想跟秋乃這種角色搶飯碗去坦哥布林 不過比較搞笑的是 作弊服美冬連還沒加強的哥布林都坦不住了 更別說是日版七月加強後的超級哥布林 坦也坦不住 打也打不高就是來搞笑的角色 對於所有玩家來說 都是有愛再抽 作為伏美冬之後是泳裝復刻池 第一個復刻池裡面是泳裝爆弓跟泳裝咲戀 先說泳裝咲戀吧 限定角色 中衛純輔助 特色就是很強 很泛用 本遊戲最強角色之一 不管是放桌面 戰隊戰 競技場 推圖 活動 露娜塔 都是一等一的超強角色 應該是沒有爭議啦 因為太強了 如果要詳細說這個角色有多強 我可以講超過十分鐘 然後因為泳裝咲戀超強 在玩家間是共識 強到我不需要解釋他為什麼強 是強在哪裡 反正準備好三萬賺 抽就對了 而且泳裝咲戀錯過這次 下次復刻高機率是一年以後 考慮一個角色要不要抽 第一個是看強度跟是不是常駐角色 第二個我會看復刻時間 有些角色幾個月還是半年就會復刻一次 那種就還好 而對於一年復刻一次的角色 我就會優先推薦要抽 所以 因為泳裝咲戀本身又強 下次復刻又要等超久 對 所有玩家來說 都強烈建議要留三萬賺給他 最近一個月 我有遇到幾個玩家問我 泳裝咲戀跟誰誰誰二選一要選誰 正常情況下 問賺不夠要選誰的留言 我最少要獲得的資訊是 玩家等級剩餘鑽量 戰隊戰取向還是競技場取向這幾個資訊 還有是哪兩個角色中作選擇 我才會回答 但如果有人問我說 鑽不夠 泳裝咲戀跟另一位角色要選誰 我會在她說出另一個角色之前就直接打斷她 閉嘴 抽泳裝咲戀就對了 大概就這樣 而跟泳裝咲戀同一尺的角色是泳裝爆弓 限定角色 後衛單體輸出 特色是很慢熱 戰鬥之後大概35秒左右才會火力全開 所以只適合打戰隊戰完整刀 推圖跟競技場都沒什麼用 日版上個月戰隊戰 六星爆弓被小小的削弱了一些 原本還在想泳裝爆弓會不會出頭 結果沒有 想要用後衛物理輸出還是選六星爆弓 泳裝爆弓就偏良 泳裝爆弓所有玩家都是有愛再抽 泳裝復刻池結束之後是下一個泳裝復刻池 裡面是泳裝黑貓跟泳裝佩可 先說泳裝黑貓 限定角色 法系破防兼輸出 由於泳裝黑貓已經實裝很久了 破防跟輸出的綜合能力已經慢慢的跟不上時代了 後續在戰隊戰上場機會比較少了 不管是法隊懶人自動刀還是新年黑貓手動刀 都比較少看到她的身影了 不過身為新年黑貓的夥伴 如果哪天用到卻沒有 那是很難找到替代角色的 要打新黑道的話 最好還是要抽一下 而在競技場是幾乎用不太到了 要法系輸出拆坦克 可以找公主黑貓或是鏡華 在推圖方面也不是法系最佳選擇了 對於戰隊戰玩家來說 賺夠建議要抽 對於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來說 有愛再抽 然後是今天的最後一個角色 泳裝佩可 限定角色 前衛範圍物理輸出 由於素質已經完全跟不上時代了 在競技場 戰隊戰跟推圖都是倉管 剩下的用途就是放在桌面欣賞 不過台版的泳裝佩可跟泳裝黑貓 是可以用大師幣 持續購買記憶碎片 買到滿145個碎片之後可以換出來 這個角色只要玩夠久就可以入手 不用花鑽石 我自己就是用換的把泳裝佩可換出來的 所以如果想要 又沒有鑽抽 就持續購買記憶碎片吧 對 所有玩家來說 都是建議 有愛再抽 OK 以上就是上集的全部內容啦 上下角色放下集介紹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